好 你现在咳两层给我听 现在A型流感肆虐 光是医疗院所的就诊人数 只有高达将近两成 后诊区不少人戴着口罩 大人小孩挂病号 流感在往年通常夏季 有一段疫情低潮 但今年完全不间断 打乱了以往的规律 目前还持续升温 前一段时间的话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大家的话 都非常的认真的话 在戴口罩 但是在这段时间的话 就有一些免疫负载的情况的话 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话 就慢慢在偿还 医师指出 今年流感的就诊人数 从9月底开始就有明显的增加 10月份更多了将近两成 比起往年在11月份 疫情才会爆发 等于提早一个月报到 最快12月中达到高峰 65岁以上 然后6岁以下的小朋友 的话可以到医疗院所 来打公费的流感疫苗 50岁以上的人的话 如果要公费的话 必须要等到11月1号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 品牌史上最多 有国光 高端 赛诺飞 格兰苏史克和东阳 大家都知道 及早打疫苗保护率才会好 但偏偏今年打气不高 怕说打又发生问题 本来没事 打又发生有事 他就会说你现在在打哪一个品牌 如果讲说国光 他就不愿意来打 他就按理等到你有进口疫苗的时候 再跟我讲 有医师指出流感疫苗都是鸡蛋 疫苗居多 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 没有挑选品牌的必要 反而建议高风险族群 一年也可以打两剂 维持保护力 流感比起一般感冒症状比较重 医师呼吁请民众踊跃施打 否则一旦进入秋冬 疫情恐怕会更严重 东三新闻 长虹一 蔡孟俊 台北报道